那蕭王琪老師也幫你寫了兩首歌嘛 那一首就是《伊西溫老伯》 那這首歌是聽就知道是寫爸爸 那是因為聽到你跟爸爸什麼故事呢 呃 在寫這首歌之前 其實是先錄了《楊貴愛河斌》這首歌 這首歌跟高雄有個地緣關係 愛河 然後再來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從我比賽的時候就很多人以為我是高雄人 對 其實我是道地的北部人 對 但是很多人就以為 啊你不是高雄人嗎 可能有那種南部親切的感覺吧 對 可能是因為我講台語 然後講台語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們覺得就是很鄉土很親切 那也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我是高雄人 然後這次在這個專輯裡面 蕭老師要幫我製作專輯的時候 他這段要來幫我做專輯的寫歌然後製作 然後他就把他自己錄好的歌 其實是這首作品決定了我的 他以專輯能夠順利誕生 哦 對 走歸和平這首歌也是蕭老師他寫的 而且他自己錄好了 嗯哼哼 已經是他自己準備要用的 結果我歌讓給你 歌愛給我唱 天啊 然後這首歌錄完之後 然後再拿給我的唱片公司 滾石唱片 去說服他們說 欸 蕭老師可以唱台 來 聽聽看 聽完之後 是因為這一首歌喔 是這首歌 是因為這首歌 才訂掉他張 你這張專輯也是 這首歌是整張專輯第一首開錄的作品 但這首歌在花了三天在錄音室的時間 哇 對 因為台語再加上文字咬字 然後距離上一次在錄音室錄專輯的時間過了很久 67年的時間 所以很生疏 然後包含聲音的狀態等等 所以其實磨了很久 所以第一首歌就感受到挫敗 就是這首歌 對 可是卻是這首歌 然後讓我有一個機會能夠真正擁有自己的個人專輯 而且是一張全台語 那他是我的老爸這首歌呢 這首歌就是在完成 那個《驚鬼要迴避》這首歌之後 他說 我還有想 他說還想幫你寫個故事 但這個故事一定要跟你有關係 那就再聊一些關於家庭生活啊 我們是 就是身邊周遭發生的事情 然後講到 講到親情 他說那如果有一個機會 然後用一個 對象讓你 用歌來送給他 你會想跟誰講話 他說那我會想要跟我的父親講 對 因為當時我的父親身體狀況比較不穩定 然後健康狀況出了一點問題 我說我想要 藉由這個機會啦 感謝他 因為我接觸的因為其實是我爸爸 影響我很多 對 我從他 從他身上開始學彈吉他 然後他教我 然後開始彈入門 然後慢慢慢慢的從高中接觸吉他社 然後一直到民歌餐廳去 就這麼多年來 然後就入了這一行 所以爸爸也很會唱嗎 我爸媽都很會唱的 那怎麼沒有這首歌要爸爸一起來唱一下 或者是爸爸幫你刷旋伴奏 所以其實這首歌其實是在感謝我父親 所給予我的這些影響 讓我在後面進入了我的這個表演工作 其實是來自他 然後再加上描述 因為父親是大家共同都有的一個 就是家庭生活大家都有爸爸媽媽 那每個人跟父母親相處的方式不一樣 那特別是寫給父親 所以比如說這首歌其實是在講我們家三代父子情 從我阿公我爸爸到我 所以我就講了我們家的故事給一下老師聽 然後敘述這個小孩子 然後跟這個很嚴厲的爸爸 然後他們中間的父子情 然後包含到了下一代 然後這個小孩子後來變成爸爸怎麼教他的小孩 跟他小孩子的互動 跟他父親之間的那個感覺 所以裡面有一些歌詞的刻畫其實都很細膩 其實就是在講我阿公 早餐一晚沒的出門一生的 我阿公就是一個生活很簡博的人 可是他靠著這樣子的很簡單的生活 然後每天早起去開計程車養活八個小孩 可是我爸爸就是那個很頑皮很 讓人家很頭痛的小孩 對對對 所以他就是跟他可能跟這樣的小孩 可能跟他爸爸講不到幾句話 因為他爸爸就是顧著每天出門就是要 要跑車要賺錢 所以養小孩的重責到任管教交給媽媽 所以我阿媽打小孩打得很兇 我阿公一輩子就只打過他一次 對可是那一次他印象深刻 然後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故事 敘述給蕭老師講 然後讓他去寫出這首歌 刻畫對父親的形象 這首歌感覺是你們有 你說到阿公嘛 到爸爸還有你 那一種感情的羈絆 牽絆是很緊密的 而且聽說MV也是 很多網友看了都哭 然後都說我好想我爸爸喔 這是另外一個 一個是想很想爸爸 一個是很想揍他 因為那個男主角 我要順便講一下這位男主角 就是張之翰 那個很年輕的一位帥哥 他演的真的非常非常棒 然後再加上他在這個MV裡面 他演就是那個比較叛逆 就稍微有一點點叛逆 然後頂裝父親 不過最後他還是 在這個爸爸出了狀況之後 照顧他的父親 我覺得這個就是以前 人家台灣話講的 臺灣話講的 就是 以前 以前我們上一代 可能都覺得 下一代的那個 學業很重要 成就很重要 數念的好 要不然就成就要好 要不然就錢賺得多 可是有成就 然後甚至是過得很好 甚至是 你說 後來就比較有 比較成功的這些小孩 離父母親都其實都有距離 他們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家庭 然後就離父母親很遠 然後最後留在父母親身邊的 可能就是 年輕的時候 頂撞很叛逆 那樣子讓你 曾經很頭痛的小孩 在旁邊釋奉服 對 所以其實到最後 他還是有一個很 很完美的結局 是 其實天倫還是很重要 對 他還是謹細在身邊 而且是無關乎 你的 你的下一代 你的兒子女兒 他們成功不成功 對 親情就是最重要 沒錯 而且其實叛逆那只是年輕的時候 他自己應該心裡也知道 家庭是最重要 家人是最重要 尤其是爸爸媽媽 對